他过去照顾的是比较重症的 那现在是比较多失智的 跟团队的蒙合也都会 努力的去沟通跟学习 那对长者也是会花一些时间 自己的时间来陪伴跟协助 自己的妈妈总是比较了解 她的生活习惯 那我们来了就会跟她分享 让她知道 她都会有记住 然后也有做得很周到 让我们很放心 没有结婚 没生孩子 亚琳却用妈妈心 照顾这一群有年纪的老宝贝 谢谢奶奶 我之前是幼稚老师 幼稚老师不是都会 在跟前跟后吗 那在这里也是跟前跟后 我也是要看着她 我还是要去点名 我还有一个呢 跑到哪里去 然后问她你要不要喝水 有点心 你要不要吃点心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啊 就像老小孩一样啊 好了 关起来了 毛巾 来 夾抬钢 洗完怎么感觉比较舒服啊 好舒服喔 我洗得着走 再好不够了 真的 好在哪里啊 从小小的动作 小小的服务都看得出来 这个是我们带我外婆去圆梦 她很高兴 她之前读的是淡水女中 去了以后就再也没办法出圆门了 思念的心 没因时间流逝而减缓 她常常会坐在那里 守着电话 然后看着那门口 因为我下班了六点多回家 她就会等我回家吃饭 陪伴外婆余生的那段日子 是雅琳人生重要的转列点 她常常跟我讲说 有你在很好 看她身上我才知道老人家 也是需要人陪啦 也是很寂寞 选择投入长照领域 每天忙进忙出 像陀螺转不停 身体负荷大 工作不减分 爷爷 我们来翻身 你也 翻身 翻过去 即使没有亲人陪伴 护理之家住民不孤单 爷爷 这样很舒服呀 有人在触摸她 然后给她安慰 他们就会很快乐 有时候会眼睛打开 会看你一下 那我们多关心她 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人要关心我 她会觉得很高兴 她一张脸 用心感受得到 好情仪悠然而生 你吃了好啊 你吃一吃啦 好啦 好啦 你睡一睡吧 没有啦 新核心的情感连结 民族珍贵 龙子爷爷啊 你要进去吗 好啊 好 再带我